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显 皮肤略微有些松弛 神情也稍现皮态 但脸上全神贯注的表情 透着浓浓的母爱 还是看得出她的婚姻状态非常幸福 众所都知对于女性来说 拥有着最佳的生育年龄 因为在这个阶段内 女性的身心都会呈现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 更有利于怀孕和产后的身体恢复 但是在生活中 却有很大一部分女性 因为各种原因而成为了高龄产妇 也许是因为高龄产子 也许是因为照顾孩子十分疲惫 尽管和孕晴的脸上挂满了幸福的微笑 但是全家福中的她 看起来依旧是一脸的憔悴 照片中古巨鸡 不过作为新手爸爸 她神情温和 面带微笑 一手捧着碗 一手拿着勺子 细心地给儿子喂食 小姑孙眼睛紧盯着食物 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大快朵鸡 看起来奶乎乎 呆萌又可爱 蛋糕盘上以新的家庭成员 姑孙的口吻为爸爸妈妈送上结婚纪念日祝福 8月18日下午 又在社交平台上发庆生文案 她1972年生 那是她48岁生时 在庆生文案中 古巨鸡特别提到了自己六个月大的儿子 她说这个生是最好的礼物 就是儿子第一次说出爸爸 中年得子的快乐与满足 以于言表 视频中古巨鸡抱着儿子 六个月大的Golson面对镜头 在引导下说出了一句 爸爸 小孩子天真可爱 眼睛圆溜溜的 手舞足蹈 寒态可居 整个文案很是煽情 大约是古巨鸡当爸爸后 对未来的一个展望 但相信很多网友也只能看到一个重点 古巨鸡儿子会叫爸爸了 古巨鸡在后面叫得合不拢嘴 细心的网友发现 她的笑声中也带着一声哭腔 她自己也写道 多谢儿子给她的这个生日礼物 让她笑不拢嘴 眼中还是渗出泪水 评论区大多都是祝福古巨鸡生日快乐 并且夸赞小孩子可爱 向来低调的她从官宣至今 已经多次大大方方的晒娃 看来出为神父的古巨鸡 也同样难逃晒娃定律 又有多少爸妈难逃晒娃真相定律 对于晒娃 相信有不少人在没孩子之前 曾经对那些疯狂晒娃的宝妈 感到无法理解 但在自己有了娃之后 也忍不住加入晒娃大军 没孩子的时候呢 特别不理解那些天天晒娃的 有了娃以后 觉得其实也不是真的想绣娃吧 但就是忍不住觉得宝宝好可爱 想要分享一下 以前看朋友圈的妈妈们晒娃 我就和老公说 那些当妈的每天晒娃 晒的我都想屏蔽了 宝宝笑也晒 哭也晒 闹也晒 睡觉还在晒 我以后生孩子了 肯定不会这样 结果我现在朋友圈都是自家娃 以前不太喜欢孩子 觉得又哭又闹还不讲理 看到别人晒娃 只觉得好烦哦 后来老大出生了 乖巧得上我心的话了 之后就晒娃真相 提起古巨鸡 相信很多8090后的脑海里 都会浮现出 情深深雨萌萌中的 那个情深且潇洒的和书环 的确古巨鸡出道以后 就留给大家 是琼瑶剧《忧郁男主》的印象 期待出道这些年来 合作的女艺人中不乏赵薇 周慧敏这样的大美女 但她却不为所动 成为娱乐圈罕有的 林匪文艺人 其实这背后隐藏了一段 长达20年的地下恋情 故事还得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 古巨鸡在唱片公司 陷后了比她年长4岁的陈韵晴 一段默默陪伴的缘分 自此展开 两人1995年的合影 直到今年10月的演唱会上 才爆出 为了不影响 机材的偶像形象 陈韵晴一直无怨无悔地 在机材背后 做隐形女友不离不弃 2009年1月 古巨鸡首拥无限 最受欢迎男歌星 在台上泪流满面 我今天要特别感谢一个神 出道得新人奖的时候 漏了感谢他 他说无所谓 到我得到男歌手奖的时候 才再感谢他 此时他们多爱的关系 依然只是明星和助理 就算偶尔被狗仔拍到 他反正只是助理而已 直到2011年 也就是两神地下恋第17年 古巨鸡行39岁生日派对 在老板杨寿成的 颓拨助澜之下 古巨鸡与陈运情 终于站在一起切蛋糕 算是默认了 对方女友的身份 终于有了两人第一次 在公开场合的合影 面对众人起哄 两人表面尴尬 却掩饰不住的寒情默默 陈运情的外表不算靓丽 甚至有点配不上 小鲜肉古巨鸡 但事实上 古巨鸡20年的事业发展 每一步都离不开他 他有家族生意 对钱财和投资都很精明 除了帮古巨鸡处理演出事物 他还帮他做了很多投资 陈英学掌握着财政大权 身价一超两亿 甚至为了姻缘美满 人家连叫了四十几年的名字 都改了 而古巨鸡不公开这段恋情 也并非渣男行径 他没有乱七八糟的绯闻 而是早早降交了财政大权 古巨鸡成立公司 陈运情持股甚至比他还多 终于在六年前 两人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 结束二十年的马拉松爱情长跑 此消息一出 很多人这才知道 新娘就是隐藏了那么多年的助理 再回想情深深语蒙蒙中的和书环 或者是环珠格格第三步之中 周玄在小燕子和枝话中间的五二个 古巨鸡的真实人生都和他们相踏甚远 在娱乐圈如此繁华的地方 很多艺人为求资源失去了自己的初心 也有很多艺人为了自己的发展 将自己的爱神抛出去 刷流量作为筹码 但是古巨鸡一直没有这样做 任何好的情感其实都不必要 作为炫耀彰显在大众之下 冷暖自知 恩爱绝对不是秀出来的 大概这就是古巨鸡和自己的爱人 能够二十年不离不弃的原因 2014年7月 两人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 第二年光棍节补败婚宴 当时古巨鸡透露结婚原因 我们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 没有觉得要去签子结婚 直到有一次我们去接自行车 当时陈运情跌倒 头盔都裂了受了伤 皮开受症好严重 我即刻送她去医院访真 经历过生死一刻 我觉得需要珍惜她 就决定结婚 在娱乐圈打拼多年 古巨鸡经历了不少起起落落 那些荣耀与低谷 陈运情作为她的经纪人 陪她一起度过的 两人结婚之后 生活一直低调幸福 面临的最大难题可能就是求死了 低谷巨鸡还大四岁的陈运情 早就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也许是早就打算好了要孩子 陈运情在数年前就明智地选择了动卵 近两年两人更是贫出奇招 四处求医 花费百万 才顺利得偿心愿 最终今年三月份 古巨鸡官宣了妻子 顺利生产 自己已经在数月前已经升级当爸的好消息 当上爸爸之后的古巨鸡 难掩当爸爸的喜悦 经常在社交账号上分享自己儿子的日常 以及自己的育儿体验 父爱满满 古巨鸡和陈运情相识相知 相爱近三十年 如今也有了爱的结晶 愿这对真爱夫妇能够白头偕老 宝宝平平安安茁壮成长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泰德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